原本比麵田的軍政府 管理出來軟件的翁山蘇姬 現在方向上去收到的 一斤價格丹度改起來 軍政府對這件事 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不過有告訴我 翁山蘇姬的健康狀況是很好 根據石柵林書的消息 麵田軍方沒有任何解釋 日三種翁山蘇姬 轉移到價格丹度加金 他過去一年都讓人管 在收到一位不公開的地方 這個六位年貨品種得主 七十四歲的民選領袖 也將精神健康狀況良好 也要領袖面對丹度加金 翁山蘇姬讓人看11年的途徑 又讓人犯罪 我會堅決軍政府是因為 政治動機所寫的罪名 另外將總統文明 為何讓人丹度加金 軍政府發布簡單的聲明 正是依依依加金 又表示一切意外行事 這是一切意外行事 因為他的律師不可以跟文廷來拘捕 他的心法過程 不能採訪 軍政府也既傳北國的外交官 跟翁山蘇姬 會面的要求 人權觀察認為 北米歐洲這些大國 將問題等候無靈力處理 這種問題的東南亞國協實在是不幸 問題會很難得到解決 國際上有反人類多 要大規模的不幸 戰爭多 這些情形差不多每天都在緬甸 真實發生 需要有新的對情 江西新聞 恩文靈編譯